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我们会结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 有些人缘分使然 驻足成为了你的朋友 有些人则成了生命中的过客 匆匆一去不复返 人心复杂 我们不能单单从他人光鲜亮丽的外表 去判断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而是通过生活中的接触 点滴中的去了解去分辨 不要跟心眼多心机深的人接触 那只会让我们的真心错付 而善良在他眼里或许则成为了笑柄 不要跟虚情假意虚与尾仪的人来往 因为他根本不会付出真心 不要跟大话连篇满嘴谎言的人接触 因为他喜爱将他人的感情玩弄于鼓掌之间 不要跟负能量满满的人来往 因为容易被他传播负面情绪 虽然人自始至终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但是遇到以下这五种人 要求法 忘了真正的佛其实就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心中的那些清净 美好 善良 真诚 慈悲 欢喜 等一切好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佛性 所谓的明心见性 寻找的其实就是这个 当然了 真正的佛性要比这些还要更纯粹些 所谓的不思善 不思恶 便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来面目 但起码也得先去恶向善再说吧 恶越多 自然就离佛越来越远了 而孝顺父母 则是一切善良的基础和根本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一般来说不会太坏 但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 一般来说也不会太好 当然了 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讲究缘分的 而女缘素债 无债不来 前世若是没有各种纠缠 这一世也不会有缘成为家人 这里面有来报恩还债的 但也有来报仇讨债的 但不管怎么样 父母生养一场 尤其是母亲 更是辛苦怀胎十月 再加上分娩一场 除了那些一出生就被抛弃的孤儿 或者小时候被虐待过的孩子以外 其余的每一个人 都是欠了父母恩情的 尤其是对母亲 阿蛇世王曾经和提婆达多 一起联手害过佛陀 为了夺得王位 甚至还伤害了自己的父王 当他还想继续伤害一只 劝阻自己的母亲 韦提西夫人的时候 就连他的新父们也都受不了了 纷纷要远离他 这让阿蛇世王幡然醒悟 他这才发现自己鬼迷心窍 竟然犯下了如此多的罪孽 最后他在佛前忏悔 得到了宽恕 所以说 做人的根本就是要孝顺父母 疼爱家人 孝顺父母乃是所有善业的根本 须知 百善孝为先 相反 忤逆父母则是大罪 如果和父母的缘分实在太浅 可以适当走得远一些 未必一定要余孝到底 但至少不能忤逆 更加不能打骂 这会给自己增加无穷的罪业 有些人不但不孝敬 而且还动辄打骂 虐待老人 此类人可谓是禽兽不如 人神共愤 二 借钱不还 随着世界的发展进步 人变得越来越聪明 相对的人也越来越自私 其中最为明显的 也是大家最为苦恼的 就是欠钱 朋友之间的互相帮衬 解救对方于危难之中 本来是常有的事 可有些人在跟你借钱的时候 痛哭流涕 感恩戴德 承诺日后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信誓旦旦 毫不虚假 可等到你让他还钱的时候 他则气势汹汹 或者以各种借口避而不见 其实欠钱这个因果 我们要看这是旧的业障 还是新的业障 如果我们上辈子欠了别人的钱 那么这辈子欠我们钱的人 就是我们上辈子欠下债的果报 他们是来惩罚我们的 如果是新的业障 那么他们欠我们的钱不还 那么下辈子 他们会用别的形式 来偿还这辈子的债 不管是谁 我们都要学会感恩 人家愿意将钱介于我们 愿意信任我们做功德 这说明对方对我们很好 我们应当言而有信 怎么能做出不还钱这样的举动 若真的一时不能将钱还于对方 我们应与对方说明清楚 而且尽力挣来偿还 时时挂在心头 早日还清 这才是人之本分 反观 被借钱的人也不要着急 借钱给别人的人 功德是非常大的 也许欠你钱的人 他还不上 但是这钱 确实能救他一命 佛教讲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要说人与人之间靠的是纯粹的情分 完全没有一点点利益 那是假的 但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朋友之间共同进退 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而有些人 为了眼前的一些迎头小利 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 背后捅刀 煽风点火的不在少数 这些人目光短浅 也终将成不了什么大事 此种人无品无德 损人利己 见利妄议 是极恶之事 最不好的念头 这个道理 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众生在六道轮回之中 无量劫来不能脱离 就是因为有这个念头 无论是念佛 参禅 学密 持戒 任何法门修学的再好 只要有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的念头 所有的功德 全都被破坏了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贪称从何而起 自私自利 我们要把这个坚固的执着 舍弃 放下 换一个念头 念念为众生 念念为别人 这是佛菩萨的念头 这个转变 在佛法里称作 从根本修 真正转过来了 真正转过来了 才能成就一切善法 四 忘恩负义 还有一种造业极为严重的表现 那就是忘恩负义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眼狼 为什么要叫狼呢 这个很可能源自我们都听说过的那个故事 东郭先生与狼 当时狼在被猎人追杀 生命危险的关头 是善良且迂腐的东郭先生 好心救了他 结果狼一转为为安 马上就要吃了东郭先生作为报答 这就是最典型的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而这种人在生活中 是最让人痛恨的 许多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 或者历史事件中 都包含着这样的内容 比如说 札美案中抛弃弃子的陈世美 比如说 帮助吴王夫差成就霸业 却被逼自杀的吴子絮 比如说 帮岳王勾剑打败吴国 却也被逼自杀的文种等等 具体在现实中 这样的案例也是数不胜数 我们常说 生米恩 抖米仇 有些人 您帮他一次 两次 他很感激 但帮多了 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您一旦不帮 反而还落埋怨了 像是演员孙力 过去就曾经暗中资助过一个贫困学生 一直供他上了大学 而这个人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在大学毕业后 不管是买手机 买电脑 还是买任何花销 都要和孙力张口 可孙力觉得他已经有能力养活自己 便拒绝了 结果那个男孩子反而写了六千多字的长信公开施则孙力 觉得他赚钱这么容易 帮自己这么一点小忙都不肯 完全就是吝啬和自私的典范 包括大一哥朱之文成名以后 也想为自己家乡做点事 又是修路 又是买各种活动设施的 但是很多人却根本没说他一句好 那些人的意思就是他既然这么有钱了 就该每家都无偿的给一万块再说 这都是现实版的东郭先生与郎 当然了 这些不懂感恩的人自然也配不上任何的福报 留给他们的只能是无穷的恶业 除非他们能够早日醒悟过来 五 欲求不满 佛说舍得中讲 贪得无厌 入三恶道 按佛教的三世因果来观察 贪得千令的人不仅会遭贫穷之暴 死后还可能堕入畜生 恶鬼 地狱 三恶徒中去 世间的贪得千令的语者 不懂得不失的功德 以为财物不失后自己会变穷 他们振振有词 东西越多越好 给出一份就少一份 给完以后我吃什么穿什么 因此他们坚决一文不舍 愚者有此顾虑在所难免 因为他们没有闻思佛陀的教诲 缺乏取舍的大智慧 实在是可怜得很 因为贪得千令而变得一贫如习 甚至堕入三恶道中 不是很可悲的吗 生活中我们总会碰到这样的人 他总是要求您帮他做一些事情 你也尽心尽力地去帮他 让他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你帮他是理所当然 是天经地义 当有一天 他的要求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 你选择拒绝的时候 他不习惯 他会愤怒 他会大肆宣扬你如何如何虚情假意 却忘记了你之前帮助过他的无数次 不懂感恩 为人渣 慢慢人生路上 朋友是必不可少的 真正的朋友不会计较他帮了你多少 你帮了他多少 真正的朋友是在闹了矛盾吵架后 能来主动求和 而不是一味地等着对方来先道歉 因为他珍惜你 怕失去你 真正的朋友 在合作的时候 愿意让利于你 因为他将你们的友情看得最重 真正的朋友 也不会在利益面前选择出卖你 背叛你 钱没有了可以再赚 真心朋友 那是没一个少一个了 所以说今生我们要远离这五种人 希望大家能善待彼此 善待生活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